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你哥给我检查?不行,让Crush摸我的胸我还怎么追他?闺蜜忍不住笑出了声,放心,他不摸你,他心内磕的。好吧,不是乳腺磕我就放心了。到医院后,医生叫我先躺下,帘子拉上,我尴尬地抠手。 为什么是男医生啊?我请问呢,太射死了,硬不硬?嗯,有点,会疼?嗯,是帐长的感觉吗?嗯,来的路上,我就哭红了眼睛,现在羞的脸也红了。 我咬着唇,老老实实回答医生的问题。突然听见闺蜜他哥的声音,泥叔,你回他是或不是? 哦,经常熬夜?嗯,我想起刚刚宋医生说的话,改口回。 是。平常爱生气吗?是。医生让我穿好衣服,就从帘子里出来了。怎么? 宋医生不放心我呀,女朋友检查,还亲自过来一趟。我脸发烫,赶紧拉开帘子解释,不是,我不是他女朋友。 宋程燕瞥了我一眼,收回目光后,转而问刚刚给我诊断的医生,他怎么样?硬快不明显,需要再照个CT看看。 躺在仪器上,我握紧闺蜜的手,我的账号密码你是知道的,我能给的不多,王者段位可以交给你继承。 宋燃捏了把我的脸,我还知道你的支付密码呢?你看我到时候记不继承你的财产?那我还是想继续活着。 检查报告出来,医生看了一眼,就摇了摇头。我吓得腿软,心想都快死了,就任性一回吧,一头撞进了闺蜜他哥的怀里。 眼泪绝地一样沾湿了他的白大褂。拿着报告单的医生笑道,没什么事,经期过了就好了,平常少熬夜多睡觉,少吃零食多运动。 我搂在宋医生腰上的手,顿时僵住了。 宋承燃送我们回去,我在后座偷偷给坐在我旁边的闺蜜发消息,我刚刚抱了你哥他没说什么吧? 我哥说,死丫头一身牛劲,哪会那么容易死? 真的?骗你的?我松了口气,接着打字,然然你要时刻记得在你哥面前替我美言。 闺蜜立马就get到。 宝宝,我们专业的男生少说,也有十来个追你的,你一个都没看上。 我懵了,用力按屏幕,什么意思啊?让他知道你有多受欢迎。 我赶紧解释给宋承燃听,你记错了,是一个。 对对对,十一个。 宋然你最好发誓,不是在害我。 万一Crush觉得,我养备胎可怎么办? 宋医生突然问了句,没交男朋友? 闺蜜摆摆手,我没啊。 我问尼叔,他每次叫我的名字,我都感觉心跳漏了半拍。 我没,没男朋友。 刚刚那么着急否认,我还以为你怕男朋友不高兴。 我是怕你不高兴啊。 由于报宋医生那一下太上头了,我不禁想和他亲嘴会是什么感觉。 回宿舍后,我跟闺蜜坦白。 冉冉,我不想暗恋你哥了,我要追他,当你嫂子。 宋然一连姐们没事吧的无语感。 我哥比你大七岁呢,你涂他啥呀? 涂他年纪大,还不会疼人。 我是建议你玩弄一下他的感情就行,嫂子的话得慎重。 我嘀嘀咕咕,那我再考虑一下。 上了个厕所出来,我还是觉得要跟着心走。 你哥他老奢老了点。 但是,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好啊。 就比如,榨干他根本不费力。 而且,你不觉得他翘到可以顶起一瓶汽水的臀部和我翘到可以翘一天刻的臀部很有夫妻臀的感觉吗? 我话说完,就听见宋承燕可利一声,挂了。 我石化在原地,几秒后开始炸毛。 宋染,你打电话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呀啊呀。 宋染一脸懵地从床上爬下来,桌子上的手机还亮着屏幕,我以为我哥早挂电话了。 我欲哭无泪,我刚刚都说了些啥呀。 他肯定觉得我就是个傻逼女的。 宋染安慰道,他应该会觉得挺可爱的。 周五上完课,闺蜜问我周末去不去他家玩。 可以见到他哥,但我没脸见。 我心态还没调整好,我怕见到你哥,我会挖地缝溜走。 我哥又不爱回家,他在医院附近买了公寓,通勤方便。 闺蜜一句,他哥不爱回家,我就真被他骗去了他家。 偌大的别墅,就我们两个坐在沙发上,看欧美大尺度电影。 宋染想起,PPT还没做完,跑去书房赶作业。 我悠闲地敷着面膜看电影。 画面刚好播放到男主压在女主身上亲的时候,门开了。 我跟宋承彦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了个四目相对。 而此时,整个客厅打不声三地环绕。 我手忙脚乱,找遥控器按暂停键。 在抬头时,他已经走到了我身边。 我不自觉拿起水杯抿了口,你要不要一起看? 宋承彦挑眉笑了,你确定? 怕他误会,我赶紧解释,这不是那种骗。 他微微轻身,盯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但是你心虚什么? 什么心虚啊? 我明明是掩饰尴尬。 虽然敷着面膜,但我的脸还是微微发烫起来。 豁出去了。 心虚。 可我心里是你,难道宋医生你很虚吗? 我说完,立马羞涩地低头。 哥,你不是不回来吗? 而且,我不都说了不许你回来。 闺蜜来得太是时候了。 宋承彦直起身,略略瞥了他一眼,你说不许就不许。 你是我大哥? 闺蜜噎住了,等他哥进房间了,才嘀嘀咕咕,老男人恼羞成怒了。 宝宝,你要是以后跟我哥谈恋爱了,千万不能惯着他,该骂就得骂,看看他多拽。 客厅突然响起声音,宋承怕说他哥坏话被抓包,吓得抖了一下。 我晃了晃手里的遥控器,放心,你哥没出来。 宋承盘着腿坐到我旁边,分析道,我问我哥周末回不回来,他当时可不耐烦地回我他忙着呢,没空回来。 然后我就说他不回来最好,我要带你来家里,免得你不自在。 然后,然后,他一下班就往家里赶,我哥他绝对喜欢你。 他这个结论一出来,我嘴上说着不能吧,但其实心里就跟抹了蜜一样。 宋承凑到我身边,靠在我肩上蹭了蹭,怎么不能了? 宝宝你好香啊,连我都要喜欢你了。 我正要回他会说,就多说几句时,宋承彦从房间出来,勾了勾手指,宋然。 过来。 闺蜜不情不愿被他割屎还着去切水果,抱怨道,这么新鲜的水果,还说快坏了。 我们坐着吃了一阵,我突然觉得,这样吃毒食似乎不太好。 要不要给你哥端点? 闺蜜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我在宋承彦房间门口住足了两分钟。 调整好呼吸,才敲了敲门。 可能是离得太近,宋承彦开门后,我只注意到他穿的无袖背心底下若隐若现的腹肌。 就很想摸。 我吞咽了下口水,强装镇定地把裹盘放好。 他房间很大,跟健身区域打通了。 跑步机还是开着的状态,我忍不住问,大晚上还健身啊。 宋承彦往前几步,把我逼退到后背贴墙。 因为你说我虚,听这语气,他还有点委屈。 我开玩笑,其实你的。 说腹肌的话,会不会让他觉得冒犯? 万一被他怀疑,我基于他的腹肌可就糟糕了哦。 我斟酌了一下,谨慎找步,腹部还是挺有力量感的。 你指的是上腹还是下腹? 他们医生都这么严谨的吗? 我哪知道腹肌是靠上还是靠下,我都还没摸过。 我不确定的,下腹。 他突然挑眉笑了,谢谢肯定,但是太有力量,恐怕会压不住枪。 他这么说我可就听懂了。 我故意视线下矣,没见过我不信。 他手掌盖上我的眼睛,嗓音一出笑,再看下去要出事的。 好端端地聊什么人。 我心跳加速,把他的手推开。 别撩我哦,小心我强了你。 红着脸从宋承燕房间出来,闺蜜在线吃瓜。 宝宝,你怎么进去那么久? 不会是跟我搁亲嘴吧? 清瓶点水还是法师热吻? 我们互对。 啊,用舌头吗? 闺蜜这么一调侃,我晚上就梦到和宋承燕亲得难舍难分。 他的手掌伸进衣服里,我猛然惊醒。 浑身出汗发烫,我赶紧跑去客厅倒水喝。 开灯后,我看见宋承燕坐在沙发上喝酒。 承燕哥,他瞥了过来,目光涣散,像是有些醉了。 我走近,倒了杯水,直接在他面前一口闷了。 茶几上放了三瓶酒瓶子,我问他喝醉没。 他摇了摇头,微哑道,不困。 达菲索问了,看来醉得不轻。 他耳垂红红的,看起来好乖好纯情。 我扯了扯到大腿根的睡裙,撞着胆坐在他旁边。 喝的什么酒呀? 我可以尝尝吗? 我微微探头过去,唇半贴近过去,却又不碰,呼吸纠缠。 他眼眸染红,毫不掩饰地盯着我看,会醉。 我就尝一下,他的眼睛像是会吸人,我被勾住了。 情不自禁,快速在他唇上亲了一下。 被自己无耻道,我唾弃自己成人之威,拧着眉就要溜之大吉。 宋承彦呼地拉住我的手腕,把我压在沙发上。 救一下,哪里尝得出来? 他含住我的唇,飘飘然的感觉让我分不清, 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中梦。 我僵着,不敢乱动。 他,我吻技很差,我一愣,微微摇头。 那你为什么没反应? 我眼神往下,不服气,你不是也没有吗? 他笑得无奈,怕吓到你。 我摸了一把他的腹肌,笑嘻嘻道,那我也是,怕吓到你。 他闷哼,闹够了。 我把坐肩饭科的两只手拿回来, 他攥紧我的手腕,压过我的头顶。 接着又是一记深吻。 快呼吸不过来,他才松开我,给我时间喘气。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口腔里的酒精麻痹了,我晕乎乎的。 思考这到底是不是梦时,他,专心一点,泥书。 早上闺蜜比我先行,我睁开眼就看见他一脸不怀好意。 笑这么开心,做春梦了。 我咬着唇,难道昨晚全是春梦? 我试探性开口,你哥他喝不喝酒? 不喝吧,他很自律的,我好像没见过他了。 那就只能是做梦了,梦里他的酒量似乎还不错。 宋然想了想,又补充道,不对,见过一次,应该是两年前, 我哥好像是网恋被甩了,喝了一晚上的酒。 网恋,我对这个词还挺敏感的。 高三那会儿,压力太大,为了排遣升学压力,就网恋了。 网恋对象还会教我数学题,可有耐心了。 我因为想看演唱会,找他借钱,他更是二话不说,给我转账。 甚至还多赚了几千块钱,叫我买靠钱的位置。 但是网恋这事儿被我妈发现了,她怕我影响学习,把我的手机没收了,卡也注销了。 闺蜜对于八卦他哥别提多有兴趣了,激动拍床,想不到我哥他那么土吧。 而且他起额,ID还叫午夜,深情忧郁霸总,给我尬到差点删他好友。 Vocal,我人傻了。 被我扎了的那个网恋对象,好像就是叫这个,还是我取的情侣名。 不能这要巧吧。 你哥什么时候网恋的呀,我怎么不信呢? 宋染翻相册,说他当时还偷偷拍了下来,算作他哥的非历史。 我看着那个熟悉的情侣头像,熟悉的情侣昵称,熟悉的个性签名,悄悄地碎了。 宋染边说边笑,我哥那时候失恋了,哭壳惨了,一边喝酒一边哭。 哭完缓给骗他感情的女人发消息,发了几百条,全都湿沉大海。 得亏是网恋,不然我哥那脾气,肯定得弄死那女的。 不至于吧。 至于呀,他伤得可重了,实在是情商没法报警。 可我似乎还欠他一万多块钱没还,这万一他报警,我可是要坐牢的。 八百米体测的时候我心不在焉,一想到Crush 居然是被我伤透了心的网恋前男友,我就心如刀割。 他要是知道我就是那个拿完钱就消失了的,名为霸总女人的前女友,是不是得跟我划清界限? 跑步走神,且不看路的后果,就是我摔跤了。 在塑胶跑道上,摔得跟喉一样。 宋染急忙来扶我,痛死我了。 老师,我送他去笑医室。 他摔了,你痛什么? 我心痛啊,老师。 体育老师的眼睛就是齿,你还没体测,别想溜。 他转而看向大汗淋漓的班长,你送他去笑医室。 班长扶着我走了两步,秉着关爱同学的原则,问我需不需要背。 班长,我是伤了,不是残了。 一拳一拐走到笑医室,看着排着长队开棉跑证明的同学, 我这才想起每年这时候,校医院都会一场的忙。 班长看我腿上都在渗血,问我意见,要不去市医院吧,不远,十来分钟就能到。 今天天气热,我也不想排队。 挂完号,班长让我扶着他胳膊,马上到了,再忍忍啊。 泥叔,别等挂号,我带你去处理一下。 宋承燕揽住我的肩,跟班长隔开几步的距离。 知道他是我没见过面滴前男友,我心里特别矛盾,觉得不应该再伤害他,可是又还是喜欢他。 对了,还欠他一万多块钱,我至少要先把这笔钱攒出来还给他,才配跟他坦白值钱的事。 我把他搭在我肩上的手拨开,不用了承燕哥,我同学送我来的,我们已经挂好了号,不麻烦你工作。 班长赶紧凑过来扶着我胳膊,笑着打招呼,泥叔哥哥好。 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宋承燕声音突然冷下来,我不是他哥哥,我抿着唇,我们走吧。 刚上完药,宋染发了消息来,说他已经到医院了,我就让班长先回去了。 他匆匆忙忙赶到时,我坐在椅子上发呆,我哥他居然没过来,难道没看见我给他发的消息? 宋染说着,就要带我去找他哥。 是我不用他陪的。 宋染安静了几秒,拿过我手上的单子,我去拿药,宝宝,你等我几分钟。 我点开手机思索着,要不要跟宋承燕解释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想耽误他工作。 刚刚钱医生不知道说了什么,宋医生笑得可宠了。 他俩我可太磕了,感觉名字也好配。 对呀,宋钱承欢吗? 好奇心让我手机细屏,安静地听他们的闲聊。 你们在聊宋承燕和钱欢吗? 丁医生,你也科他们的CP吗? 嗯,毕竟是真情侣嘛。 真的假的? 他们在一起了? 对呀,钱医生说的,应该还是地下链,你们就装不知道啊。 好好好,我早觉得他俩有戏,难怪他们经常一块儿吃饭,小情侣的情趣罢了。 我只是听到宋医生这几个字,就被吸引了注意力,原本也没想还能听到宋承燕的八卦。 更没想到,不但听到了,还非常劲爆。 他居然有女朋友了。 我眼眶酸色的厉害,感觉心脏抽痛得远远超过腿疼。 揉了揉眼睛,把情绪控制住了。 宋然拎着一袋要包过来。 宝宝,我已经批评过我哥了,你叫他不用陪,他还真就不陪了。 不该听话的时候,他扮演什么乖巧林家哥的人设啊。 他看我眼眶泛红,心疼地抱住我,不难过了,以后有的他后悔的。 我吸了吸鼻子,不追了。 宋然愣住了,也行,我哥确实又老又不会哄人,宝宝你值得最好的。 宋然在寝室群里动员室友们给我物色优质男人,并且强调优先考虑年龄小的。 室友玲玲从自习室回来,追问我,真不追了。 嗯,妮妮,那你看看,我表哥行不? 上回我朋友圈不是发了我们宿舍合照吗? 我哥问我要你联系方式,说想认识你一下。 但是你那时候不是说要追阮阮他哥吗? 我就没提。 宋然咳了一声,我宝宝不喜欢年纪大的。 玲玲笑道,不好意思咯,我哥比我大两岁。 宋然坐到一边,OK,你继续。 我哥他已经创业成功了,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他可惦记你好久了,前几天还问我你有没有喜欢的人,要不要试着发展一下。 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就松一声笑的可宠了真情侣就是好嗑这两句在盘旋。 我赌气似的,可以啊,等我谈上了,奖励你们一人一个男朋友。 他既然有女朋友了,我就不能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玲玲立马get到我的点。 你你到时候成老板娘,用超能力给我们送男人,不错不错。 被偶然听到的八卦扰乱心绪后,我就没点开手机。 脑子里已经足够乱了,晚上睡不着觉,点开微信才看到宋承燕给我发了信息,提醒我一些注意伤口感染的小细节。 语气要多官方,有多官方,字里行间都是医生对病患的关心。 我重重打字,知道了,谢谢哥哥。 那边很快回复我,哥哥,哪种哥哥? 然然是我好朋友,你是然然的哥哥,我也把你当哥哥。 我消息刚发出去,就弹出来好几条语音。 我小心翼翼躲进厕所,听他发来的语音。 你叔,我算你哪门子哥哥? 你见哥哥和妹妹亲嘴的,你把我当哥哥,那你亲我算怎么回事? 我稳你你不推开,又算怎么回事? 我心顿时砰砰砰跳得厉害,原来那天晚上并不是梦。 不对,距离那天晚上的失误还没隔几天,他会不会那时候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还吻我,他不会是想养鱼吧? 幸好那天晚上只是接吻,没有做出隔的事。 不然我简直要被自己见死。 我一气之下,去网上找了张两条杠的验韵棒图片。 把这条朋友圈全线设置成仅他可见后,点了发布。 还不够解气,我点他聊天框,给他发了条信息,以绝后患。 哥哥,不是关心我腿伤吗?那你也教教我怀孕初期有哪些注意事项呗。 对面迟迟没回,我也没想等他的回复,把手机撂到一边,就上床睡觉了。 醒来的时候膝盖剧疼,外伤是上了药,但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宋染看我走路比昨天还要迟缓,担心我,宝宝要不要再去医院看看? 是不是哪里瘀青了没发现?在闺蜜的坚持下,我被他送到了他哥的诊室。 我给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我哥医术好,他给你看我放心。 说完,他就已给我买奶茶的理由先撤了,诊室里就剩我和宋承宴。 他把我的伤口虫心包扎一下,轻点,他面无表情,看起来冷漠无情。 孩子爸呢,没见他陪你来过医院,这样的男人你也要。 他大老板,很忙的,几个月了,谈了挺久的。 我问孩子几个月,不知道,还没检查。 包扎好了,他站起身,垂着眸子问,你上次说你没有男朋友。 我大脑高速运转,谈恋爱嘛,分分合合多正常啊。 他是不是因为孩子跟你复合? 这种男的不能要。 不是,分手都是我提的,他离不开我。 我算是深刻意识到了,撒一个谎就要用一千个谎来圆。 他注视着我,像是探究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我镇定自若,还露出友好微笑,一会儿带你去妇产科检查。 不用了,我觉得这种事还是跟男朋友去比较合适。 宋承彦摘掉医护手套,比茂提问,喜欢我,然后给别人生孩子。 我可以生气吗? 我呵呵了声,你随意。 闺蜜一进来就发现我们气氛有些怪异,挽着我的胳膊里一开始,她悄悄凑到我耳边,你跟我哥聊什么了。 感觉她都快被气哭了。 我觉得,你看错了。 她还好意思哭。 我看在闺蜜的面子上都没揭穿她既要又要的真面目呢。 当天晚上,闺蜜就发来一段她割乱杂东西的视频,地上满是医学书,积木,摆件,相框,抱枕,还有宋染的一支拖鞋。 一片狼藉,就很难评,像会欺负奶奶的孙子。 视频里,宋染颤抖着声音问,哥,你是在发疯吗? 回答她的是男人的沉默。 闺蜜都快吓死了,她疯了,就差把我也撂地上了,太可怕了,呜呜。 她是不是要变异了? 我感觉她的第二人格出来了。 我一本正经,查查吧,你哥他不像眼的。 又把视频看了一遍,我调侃,咱哥不是被奶奶带大的吧? 不是,那就好,不然咱奶奶可委屈。 宝宝,你是说我哥哥是会欺负奶奶的孙子吗? 我合理怀疑。 啊,太好笑了,等等,她不欺负奶奶,好像是因为她小时候一直都在欺负我。 这回轮到我发出尖锐的爆笑声,不管欺负谁,她是真孙子。 以后谁要跟她谈恋爱了,那不跟养了孙子一样。 发起脾气来谁招架得住啊? 闺蜜隔了一会儿,把她观察到告诉我。 宝宝我觉得我哥她现在这状态比当初失恋还要吓人,至少那时候她还是平静地发疯。 我刚准备打字,宋冉的语音通话就打进来了。 我去,宝宝幸亏你放弃我哥了,她好像在外面有女人了,也许还把别人肚子搞大了。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啊,宋冉直接发了张照片来,客厅被弄得一团糟,而始作俑者正拿着一本名为《祝好运》,养好的孕妇百科全书,看得投入。 所以她气得乱丢乱砸,其实是因为信了我乱编地怀孕了这样的鬼话。 她不会真喜欢我吧? 她女朋友没意见吗? 一周后,奖学金和比赛奖金到账,我看了眼卡里的余额,刚好两万。 我准备把钱还给宋承燕,再把之前的事情跟她解释清楚,这样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之后,只要和她形同陌路就行了。 周三课程太满,下课已经是傍晚,宋承燕估计已经下班了。 问闺蜜要了她哥的公寓地址,我拿上卡就去找她。 敲了第三下门,宋承燕才慢慢悠悠开门。 她穿着宽松家居服,头发还湿着,估计刚刚在洗澡。 宋承燕,跟你说个事儿。 她把门完全打开,进来说吧。 我把卡钻紧在手里,事先说明你现在心情平静吗? 她发脾气砸东西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宋承燕擦头发的动作愣住,嗯? 就是跟你坦白一件事,你不许生气,然后一会儿谁生气,谁就是小狗。 不行,我现在就生气。 我后退一步,那我等你气消了,再跟你说。 不用,因为我看见你就生气。 除非你让我当你孩子父亲,那我就不生气了。 我懒得跟她废话,把银行卡塞进她手里,我以前年纪小不懂事,网恋骗了你的钱,现在还你,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不要报警抓我行不? 宋承燕脸上没有一点吃惊。 缓缓道,我早就认出你了。 我没给你发照片吧? 听声音啊,你发的那些语音,我听了不下一百遍。 见你第一面我就知道,是你甩了我。 我被震惊到无以复加。 她知道我骗了她,居然还能对我那么好。 我好几次张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时候,电梯里出来一个女人,她招手,送医生。 欢欢让我把这个文件带给你。 你女朋友不是不愿来啊,在加班呢,实在是走不开,就让我跑一趟了。 宋承燕眉头顿时拧坐一团。 谁? 你跟钱欢不是在谈恋爱吗? 放心了,我嘴巴很紧的。 宋承燕突然拉住我的手,没追到你,我女朋友上哪来? 丁医生视线落到我身上,我有些尴尬地挠头。 丁医生,哎,你是上回那个小姑娘吧,痛经好点了吗? 给你开的中药按时吃霉。 前两天,痛经疼得厉害,浑身发冷汗,去医院检查室丁医生给我看的病。 嗯,已经不疼了,手腕上的力度加重,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那就好,你要注意作息啊,也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她转而跟宋承燕道歉,不好意思哦,宋医生,我误会你跟钱医生是一对了。 宋承燕语气很严肃,我跟钱欢只是同事关系,我不清楚她误会了什么,后面我会跟她说清楚。 丁医生连连点头,嗯,知道了,同事那边我也不乱说话了,那就不打扰了。 她走了,那我不用危险了,我撒腿就要跑,宋承燕攥着我的手不放,进来。 她给我倒了温水,递给我的时候,我就清楚她要开始审问我了。 但我正经危坐了几分钟,她不知道哪里找了个热水袋,让我附在小腹上。 她这个人文关怀做的,不用她问我,都要把事情一五一十讲给她听了。 对不起,我又骗了你,我没有怀孕,图片是网上找的。 骗你怀孕,是因为我以为你跟那个钱医生在谈恋爱。 我对你是投入真感情了的,很怕你玩弄我的感情,就对你避之不及。 嗯,所以这一周都躲着我,看见我立马就扭头走人。 我那不是避免尴尬吗? 为了让自己显得没那么理亏,我撇撇嘴,你明明在我面前那么有礼貌, 结果回家,就搞破坏,还欺负冉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躲着你不应该吗? 宋承燕突然低头,捏着我的下巴。 嗯,我在床上更有一套,你要试试吗? 她唇绊贴过来,看我没有躲避,就大胆地吻了上来。 我被她亲的眼神涣散,脸红地埋在她的肩膀上。 她抚摸我的后颈,在一起好不好? 我赶紧作证,可是我之前网恋的时候骗, 她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你骗我什么了? 你只是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没时间理我而已。 不就是三年没回复信息吗?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要,你现在在我身边,她这算是自我攻略吗? 按照冉冉的说法,当初她失恋的时候可是哭成狗了, 现在怎么满不在意? 宋承燕,其实,我不是故意不回你信息。 她也不多问,只是笑着说,嗯嗯,我知道。 我也没有想骗你的钱,我说是借的,就一定会还你。 她还是笑,不用还,我不缺钱,缺你。 你先答应我当我女朋友,她这么着急做什么? 我是想先把事情说开来,再谈感情的事。 好好好,我答应你男朋友,她紧紧抱住我,我还没说完呢。 她埋在我脖梗间蹭了蹭,以前的事都不重要了,现在这样就很好。 我被她扣着腰和肩膀环抱着,哽着脖子说话。 我妈妈怕我影响学习,就没收手机了,卡也注销了,我上大学才换了新号码。 也联系不上你,我就没管了。 直到通过冉冉认识了你,然后我就偷偷喜欢上你了。 但没想到,兜兜转转,我们没有错过。 等了半分钟,她居然没有被我表白的话感动到。 你怎么不说话? 她声音哽咽得不行,等我先哭一会儿。 宋承燕,我可以拍下来吗? 说着,我就划开相机,她后脑勺像是长了眼睛,把我手里的手机抽走。 不许拍,我就是想给然然看看,她上次都给我分享了好东西。 我一想到宋承燕跟发怒的猛牛一样,把家里弄得乱糟糟,就想笑。 礼尚往来,我应该给然然一个嘲笑她哥的机会。 你说,你不可以帮她欺负我。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那你也不准惹然然生气。 不然我肯定帮她欺负回来。 你怎么欺负我? 就像现在这样啊,把你弄哭。 她被我的话逗笑,那你多欺负我几次好不好啊。 她眼眶还湿润着,跟受伤小狗狗一样。 我伸出手给她擦眼泪,别哭了,你这样,我都想亲你了。 宋承燕送我回宿舍时,我抱住她不放,嚷嚷着要十几个小时见不到她了,好舍不得。 闺蜜手电筒不客气照了过来,可,长真眼了。 我不好意思撒开手,宋承燕牵上我的手。 宋承,把灯关了,你嫂子害羞。 闺蜜眨眨眼,呦呦呦,宝宝你这怎么还是选择养孙子了? 宋承,你有没有礼貌,叫嫂子。 支付宝到账一万元。 叫不叫? 宋承笑得挺甜。 嫂子,我去床上等你。 一会儿上午床,宋承燕低声,好好说话。 宋染溜得可快了。 她把养孙子这三个字说出来,我都要紧张死了。 瞥了几眼宋承燕,心想,她可能没听清。 刚松口气,她就捏了捏我的脸。 孙子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形容一个人足智多谋吧。 不是有本书叫《孙子兵法》吗? 她笑得轻醋,这么说,是夸我。 对呀,我那么喜欢你,怎么会骂你吗? 喜欢你都来不及怎么舍得骂你? 这句话,只有谈恋爱的时候是有可信度的。 婚后第一天,我被宋承燕折腾了一晚上。 不知道她这人反射壶为什么那么长,都过了这么久,她居然还记得我一时嘴强,立下要榨干她的豪言壮志。 我气得踹她,她还笑着调侃,不是说不费力。 现在喊累,论男人的自尊心可以有多强。 我收回那句话,你很行,我不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宋承燕仍然翻旧账。 你那个室友的哥哥,听说还是个小老板。 宋然也真是的,怎么什么都给她哥说啊。 我不记得了,不是说跟她谈上了,就是老板娘。 我对老板娘不感兴趣,嗯,只喜欢宋医生。 有多喜欢,我眼睛困到睁不开,把她推开了点,准备睡死过去。 她嘴唇贴在我耳边,你得让我听见啊,老婆。 宋承燕,你滚,别乱动,混蛋。 反正这一晚上,我是十几句骂她的话不带重样的。 但她不但不听进去,还变本加厉。 我哭了,她才抱着我哄,错了。 老婆,不哭了好不好。 宋承燕,你是不是有病,我都说了不要了。 嗯,不会了,你保证。 她沉默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我尽量。 谈恋爱时把她惹哭,结婚后被她弄哭。 我算是明白了。